我愿意拿的妹妹的账号粉丝呢 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有的朋友说 小样子你还去教你妹妹啊 你妹妹才做两个多月了 粉丝马上都比你做的一年的多 你也太没有出息了吧 看到这样说我呢 我的心里呢还是有一些难受的 因为这也是事实啊 确实我妹妹才做了两个多月 就超过了我一年 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吃醋的 妹妹做的比我好 直播间比我挣得多 反而我还感觉到高兴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个人都不会为妹妹去担心 妹妹还能帮父母分担一些责任 大家看父母的条件生活那么难 要是妹妹她过得差的话 我们还到去贴补她 就我一个人给父母 这样的话呢 我还更累一些 我是有老公的人 哪怕我一分钱了 挣不到呢 还有老公出去挣 但是妹妹她就不一样了 就她一个人 还养着一个孩子 应该有很多人会羡慕她 哇 怎么这么厉害 那么厉害 其实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苦的 大家不用去羡慕她 上次我发了一个视频 大多数的人呢 都说是 因为妹妹是单身呢 关注妹妹的 都是想娶她做老婆的 中国的光棍太多了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啊 我感觉呢 咱们大多部分的人 关注她 都是为了心疼她 感觉她一个人那么难 因为咱们中国人 都很善良的 很乐意帮助有困难的人 第二个原因呢 应该很多人都想看 妹妹她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她是回去跟前夫 还是嫁来中国 嫁到哪里去 嫁给个什么样的人 最后呢 才是一些想要娶她的人 大家感觉我说的对不对 我呢 已经是嫁人的了 大家关注我呢 应该都是比较喜欢我的 然后 也有一些说 想要上我们越南 也找一个媳妇的人 小样子来做短视频呢 就是来分享生活的 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呢 都会把它拍出来 我老公给父母买了个摩托车嘛 我也把它拍到视频里 然后我们的老乡就说 那个院子嘛 来做个自媒体嘛 都感觉自己牛逼的很呢 给父母买个摩托车嘛 听着有什么厉害 有什么了不起的 骂我 说我各种不好听的嘛 我想说啊 那个老乡 也是嫁来中国的 你自己到过年的时候呢 连一千块钱都给不到父母呢 还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我能给了父母 说明我在中国我过得好 我才能帮助父母 有时候我也弄不懂了 不喜欢我 看见我的时候就滑走得了 是吧 那怎么还来看我的视频 还知道我给父母买摩托车呢 是吧 家门 大家看 小燕子这里都冷了 我们河北 早上起来呢 都要穿棉袄了 你们那里有没有冷呀 小燕子现在呢 要去打那个流感针 因为一到冬天的季节嘛 很容易感冒了 打了那个针呢 就不感冒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小燕子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这一路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